基线健保费就索卡的制度实施了20年之久 在2016年全面取消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诈骗集团就看准这一点 以吹缴健保费为由 企图要行骗台东一对老夫妻 所幸平常警方宣导反诈骗有的效果 这对老夫妻很镇定的报案 保住了他们的继续 老夫人冷静地告诉原警 刚刚接到的诈骗电话内容 一旁的丈夫更是直接点破对方守法 激进又智慧的表现 可多亏了警方平日里反诈骗宣导有成 诈骗集团还出言威胁他们 若不照指示汇款就要停止他 使用健保卡并送交法院 所幸平时远警宣导得宜 老夫妻镇定报案 台湾的全民健保独步全球 但所谓的基欠保费索卡制度 早在2016年6月就全面截卡 走入历史 让经济弱势的民众也享有就医权利 也许是救治实行多年 还有部分民众不知情心证 诈骗集团看准了这点 以健保欠费的老招 想要诈财 远警接获老夫妻报案 前去现场了解 也再三提醒诈骗手法破绽 检查官跟法官只会用输信给你们 就不用电话了 如果接到不明来电或是诈骗电话 一定要跟分处派出所办案 亦可拨打110或165求证 健保欠费的诈骗劳梗 对上具备反诈观念的台东老夫妻 这场斗志看来是老夫妻胜出 成功保住了财产积蓄 介绍大家会录影相报道